哈喽大家好,每日一更的小师姐又来了,还记得帅气逼人的单军号吗? 那个在台湾偶像剧《黄金时代》里,以冷峻面容,强大气场和深情魅力,迷倒万千观众的经典形象,正是明道一首塑造的荧幕经典,她凭借此角色,在2005年,一跃成为台湾偶像剧一哥。 然而,时光无情流转,曾经在偶像剧中叱咤风云的她,如今,却陷入了被大众调侃为油腻大叔的尴尬泥沼,从24岁时的一夜成名,到43岁面临演技质疑与形象危机。 这20年的演艺之路,对于明道而言,仿若一场惊险刺激,却又充满坎坷的过山车之旅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如今的局面,是命运无常的捉弄,还是她在漫长演艺生涯中未能精准把握机遇,从而逐渐迷失了方向,时间回溯到2005年,那是明道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。 年仅24岁的她,《尹王子变青蛙》这部剧横空出世,瞬间成为了台湾偶像剧一格,剧中的丹君浩那高冷帅气的形象,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霸道总裁的魅力,简直就是少女心的收割神器。 每当明道饰演的丹君浩出场,荧幕上的檀幕便如潮水般涌来,密密麻麻的尖叫声,彭扶要将荧幕撑破,足见观众对她的喜爱与痴迷,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 明道为了塑造好这个经典角色,背后却付出了许多努力。 出身平凡的她,为了精准地把握富二代的言行举止,不惜跑到高档餐厅和饭店档卧底, 想象一下,一个曾经卖鱼钱的穷小子,努力地模仿着富家子弟端着高脚杯,一本正经地学着品红酒的模样,那画面既有趣又充满了励志感, 正是这份对角色的敬业与执着,才让她将单句号演绎的入幕三分,甚至连一些原本对偶像剧不太感冒的直男观众,都差点被她的魅力所征服。 然而,娱乐圈的风云变换总是令人始料未及,走红之后的名道,像是陷入了某种固定模式, 在2006年,她一口气皆拍了三部偶像剧,而这些角色,彭佛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 清一色的高肤帅,霸道总裁形象,虽然收视率依然可观,但观众们开始逐渐产生审美疲劳,并纷纷吐槽, 这哥们是不是只会演一种角色啊,哪怕换个发型也好,或者尝试一下演个穷小子之类的, 非得天天穿着鼻挺的西装,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嘛,却不知危机已悄悄临近,岁月如缩,一晃十余年过去, 到了2022年,明道主演的《转角之恋》一播出,便引发了网友们的大规模吐槽,这部剧的剧情老套, 这在偶像剧中本也算常见,但明道与女主角蒋门莉之间较大的年龄差却成为了观众诟病的焦点, 43岁的明道继续饰演霸道总裁,本身就以略显为和,而57岁的蒋门莉与她搭档演情侣,更是让观众直呼难以接受, 观众在观看该剧时,脸上恐怕都是满满的疑惑与尴尬,更要命的是,明道在剧中的表演也备受争议, 她那夸张的表情和油腻的台词,将尴尬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,瞪眼,皱眉,咆哮等表演方式, 让人不禁怀疑她到底是在演偶像剧还是在演墨剧,看到这样的明道, 许多观众都忍不住发问,曾经那个令人心动不已的霸道总裁, 怎么就变成如今这个让人尴尬还发作的油腻大叔了呢? 但实际上,明道并非是个甘愿被贴上西路窄标签的演员, 从2006年起,她开启了自己漫长而艰辛的转型之路, 其勤奋程度令人钦佩,在这13年的时间里, 她参与了多达23部电视剧和5部电影的拍摄, 如此高的工作量,恐怕就连许多活跃在网剧领域的小鲜肉能都自探不如,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,喜剧还是文艺片, 明道都勇于尝试,全方位出击,她彭扶是一位无谓的勇士, 试图在演绎的各个领域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, 如果有机会让她饰演孙悟空, 说不定她真能立刻进入角色,甩出一根猴毛来, 当然,这只是一种想象, 不过要是她真的演了《美猴王》, 按照她当时的形象和观众的反应, 恐怕又会被吐槽为油腻悟空, 想想都让人觉得有些无奈, 明道的尝试不止于此, 她颇具商业头脑,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 涉足音乐,制作, 主持等多个领域, 活脱脱一个即便头发掉光, 也要折腾的拼命三郎, 这种勇于探索, 不断进取的精神, 确实值得我们为她按赞, 然而, 现实却有些残酷, 她的这些努力成果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, 给人一种努力假装很努力的感觉, 就好比一个人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, 累得气喘虚欲, 可体重却始终纹丝未动, 那种失落与迷茫, 明道想必深有体会, 在2019年, 明道参加了一个演技类综艺节目, 或许她是想借此机会, 向观众和业界证明自己的演技实力, 然而, 事与愿违, 她在节目中遭遇了重重挫折, 她不仅被淘汰出局, 还遭到了陈凯歌导演的当众批评, 称其演技过于诚实化, 这无疑是在说她的演技缺乏灵性和自然感, 显得僵硬刻板, 这样的评价, 对于明道来说, 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, 唐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, 被人揭开了伤疤, 当众射死, 李绍红导演也毫不留情地补了一刀, 直言她不懂舞台语言, 对角色处理有问题, 这两位导演的犀利点评, 让明道的演技, 在娱乐圈中, 唐福被盖上了演技不过关的印章, 成为了她演艺生涯中, 一道难以逾越的坎, 看到这里, 我们不禁会为明道感到一丝同情与惋惜, 她明明如此努力, 却总是得不到理想的回报, 就像一个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的人, 无论怎样努力, 却始终无法到达终点, 但我们也不禁要思考, 她真的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吗? 她是不是只是盲目地尝试各种机会, 却没有静下心来, 深入思考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呢? 这就好比一个五音不全的人, 非要执着地参加歌唱比赛, 虽然勇气可嘉, 但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, 甚至有些自讨苦吃, 明道的困境不仅限于演艺事业, 在现实生活中, 她也遭遇了诸多麻烦, 可谓是戏里戏外双线作战, 疲于应付, 在2015年的一次活动现场, 发生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债主围堵事件, 不是明道本人欠债, 而是她被要求带偿兄长的债务, 想象当时的场景, 一位明星在众多粉丝面前被债主追讨债务, 那场面简直比她演过的任何一部偶像剧都要狗血和尴尬, 说起她这位不靠谱的兄长, 简直就是明道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巨大绊脚石, 房子, 车子, 婚礼费用, 甚至连赌债, 明道都曾帮忙偿还, 她在家族中, 彭扶变成了一个移动的提款机, 被当成了无所不能的金主爸爸, 然而, 这份沉重的亲情负担, 最终却演变成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, 对她的事业和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, 直到2016年, 明道才痛下决心, 不再为兄长的债务问题买单, 做出这样的决定, 对她来说, 必定是无比痛苦的, 就像是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, 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, 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能真正体会, 好不容易摆脱了家庭债务的困扰, 明道本以为可以重新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,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她, 在2022年, 她又遭遇了一场滑铁炉, 有人爆料她在片场对着一个小女孩发火, 甚至爆粗口, 此消息一出, 瞬间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, 网友们的怒火被迅速点燃, 明道也因此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, 成为了人设崩塌的典型代表, 微博热搜上明道骂人, 明道欺负小朋友等话题铺天盖地, 一时间, 她的公众形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, 原本她计划与张婷合作开展直播带货业务, 结果也因为这场风波而泡汤, 可谓是诸事不顺, 没运当头, 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传闻中那魔恶劣, 实际上, 是那个小女孩在片场一直不配合拍摄, 明道多次忍耐后才终于忍无可忍发了火, 后来小女孩的妈妈也主动站出来道歉, 承认是自己断章取义发布了影片, 但即便真相大白, 这场风波对明道的影响却已经无法挽回, 就像一个人辛苦培育了一棵大树,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得金光, 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, 回顾明道这二十年的演艺生涯, 从曾经红得发紫的偶像剧小生, 到如今被质疑演技, 陷入各种争议的过气明星, 其剧情的转折, 比她演过的任何一部偶像剧都要跌宕起伏, 简直是从天堂直接坠入了地狱, 然而, 我们真的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她吗? 仔细想想, 明道其实一直在努力奋斗, 她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, 涉足幕后制作工作, 参加综艺节目以证明自己, 虽然最终的效果未能达到她所期望的那样, 但她这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勇于挑战自我的勇气, 依然值得我们给予肯定和赞赏, 就如同一个成绩并不理想的学渣, 为了考上清华而拼命刷题, 尽管这个目标可能有些遥不可及, 但她的这种拼搏精神却令人动拢, 或许, 明道的问题主要出在努力的方向, 她似乎一直盲目地追逐娱乐圈的热点, 一心想要证明自己什么都能演, 却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自身真正的优势和特点, 这就好比一位长跑冠军, 放着自己擅长的长跑项目, 不去专注发展, 非要去参加短跑比赛, 结果自然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, 也许她真正需要的不是无止尽地尝试各种新事物, 而是静下心来, 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,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演艺道路, 就像一位美食up主, 如果突然跑去做数学题讲解, 虽然这种创新精神值得鼓励, 但最终的效果可能并不会太好, 另一方面, 娱乐圈的变化速度实在太快了, 从曾经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时代, 到如今短片盛行的短片时代, 观众的美感观念和需求也不断改变, 明道能否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, 在这个全新的娱乐生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, 成为了她面临的巨大挑战, 这就像曾经辉煌一时的Nokia手机, 如果不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行转型, 最终只能被市场淘汰, 如今, 43岁的明道站在了人生和事业的十字路口, 她究竟该何去何从, 是继续在演艺圈内苦苦挣扎, 还是果断转型投身幕后, 又或者干脆彻底转行, 去开火锅电当老板, 这个问题恐怕连明道自己都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, 但无论她做出怎样的选择, 我们都应该尊重她的决定, 毕竟, 在这个瞬息万变, 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能够坚持20年, 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, 明道的故事或许在告诉我们, 人生就像同一场充满挑战的旅程, 没有谁能够永远站在巅峰, 重要的是, 当我们遭遇挫折, 跌倒在地时, 要有勇气重新站起来, 去寻找新的方向, 继续前进, 就像在游戏中树立一句并不可怕, 关键是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, 那么, 如果是你, 你会给明道怎样的建议呢? 是鼓励他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坚持下去, 还是支持他勇敢地进行转型? 对于明道的未来, 你又有怎样的期待与看法呢? 也许, 答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, 等着我们去思考与探索, 好了,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,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,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,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奥,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。